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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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彤、保錡、KK張國強、默子洛 杨茜茜 這日出席微電影的首映禮 電影改編自無家者的《真人真事》 大部分演員都需要落場踢足球 當中棒球員出身的胡子彤 用不需要找KK樂保踢足球技術 其實幸好我讀書的時候都有踢球 不可以說得心應手 但也有三幾下板斧 不會失禮KK的 不知道 我看你真的可以 因為有運動細胞 所以都可以 KK會否忌養 即是看到足球技術 打算玩兩下 一定會 因為其實看到球 現在我仍然有踢 所以我都很想來踢 所以真的看到他們這麼辛苦 雖然我也想幫一下 沒有機會反應 沒有機會反應 其實這次我覺得他們 不需要這麼大的球技 球技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始終都是熱魚 對不對 他們都是一班無家者 所以他們都是透過他們 研點他們的力量和生命出來 看得好不好 不要緊 反而是那個人生 那個精神 那個精神要出來才行 但是看到他們 怎樣一路一路成長出來 反而我覺得是這個 我感動 至於墨子諾在電影飾演社工 幫助飾演隱君子的保錡 墨子諾事前 和社工了解無家者狀況 保錡有沒有惡補球技 球技 球技我其實不用苦練 因為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已經是踢這個沙田預備組 所以球技方面 我已經是絕對非常厲害 我本身都會踢球 但是近這幾年都沒有踢 因為始終開工 你怕弄傷 所以沒有踢 你下場踢了嗎 我是看著他們踢 我是領隊 有沒有忍不住也想踢 試鏡試位的時候 有 當然有 但是不夠他們踢 你有沒有必須強勁 有那麼多人 正常 其實子彤也很厲害 子彤也很厲害 因為我跟子彤以前有隊球隊 足球隊 但是近這幾年都沒有踢 但我覺得你真的正好 是否你為了演唱會正好 我首先是因為去年出歌 我就開始覺得減肥 減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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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剛過去的聖誕節 麥子樂和保錡都說平淡度過 保錡還連一份禮物都沒有收過 相當慘情地說 減肥了 商人 雞 原動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